好,G20之外呢,再来看我们的台北花博 那么看到这位志工呢,你可能会有点惊讶 没错,她是刚刚拿下金钟奖的文献世界周报主持人陈文倩 她决定为了半年要到花博新生园区未来馆当志工 第一天,很多民众看到她又惊又喜 中天新闻文倩世界周报主持人陈文倩 现身花博未来馆,受欢迎程度部署打明星 让民众又惊又喜的是,陈文倩也担任志工导览员 那个最厉害,那个红色那个 那是台东的原住民他们酿小米酒的时候 专门在用的那个红色的那个 是你解释,我才知道那个是制造小米酒的 幽默的解说吸引民众驻足聆听 熟悉植物花博的陈文倩几乎有问必答 这是来你的海虫,你平常在 这个不是地管野 它是沙拉,你可以吃耶 你们常常登山的人无所谓 像我从来很懒惰不爬山的人 你就可以在这里看到云山上面的植物 我带你看 未来馆从低纬度到高纬度 有一万七千多种植物 几乎考不到陈文倩 活泼生动的解说还不忘连结时事 这个啊,台湾出 台湾的出匪 所以难怪台湾有人常常讲脏话 我们要不要叫很多人在那边签名 祝福Selina 那我现在同时有工作 我能够做的志工呢 我觉得到花博来 然后算是完成我遗憾的时刻 我年轻的时刻没有做大的事情 长期关注环保生态 尽管工作繁忙 陈文倩未来六个月展期都会在未来馆 担任职工导览员 也深刻体会台湾因为花博 必须学习打开国际视野 花博其实有两个伪 一个是委屈 一个是伪大 任何伪大的东西都是先有委屈 后面才会有伪大 为什么 如果你一开始就是被祝福的 同一都是掌声 这种东西不会伟大的 我们给陈文倩小姐一个热泪掌声 很顺激的节奏员 中天新闻 张品红张浩凡 任一方SN小组台北报道